在很多技師的幫忙之下 我們在冷鏈 在很快的時間就建立起來 一上台就先感謝這群冷鏈助手 過去當部長得靠他們協助疫苗 現在選市長 陳時中更要把握好關係 但疫苗要保存沒問題 怎麼連採購內容也跟著封存 我們在處理事情要謹慎 國際的心意要過得好 應該保密的就先把它遮蓋起來 然後整個資料都在立法院 供大家來參閱 供立法院來參閱 雖然強調立委都能來看 只是相關紀錄採購金額 被列為密件 封存30年也是事實 原來我們的疫苗採購合約 跟我們總統的論文一樣 都是不能見人的其機密 講完開酸在野黨更炮轟搞黑箱 封存這舉動就是國家遮羞部 你來我往展開工房 如果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 為什麼要有機密 現在這些東西都是全世界 公開的公開的資訊 我們說譬如呢 哪一些國家把它資料公開來 事實上藥物裡面 是不會這樣做的 合約內容是怎麼回事 資訊不對稱之下 人民的質疑 也聯想到蔡總統身上 他高端的疫苗也用很多啊 過去高端現在也是高端啊 所以他會一路高端下去 藍白其力槓上中央 對於這列為國安機密等級的合約內容 蘇生昌解釋為這是商業運作 相關的企業訂立都有其商業上的作為 這都本來是正常的運作 天機不可洩漏 不少老百姓恐怕無法欣然接收 TVB的新聞 陳建敏 張悅科 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